弟兄姐妹们,朋友们,早上好,大家平安。 欢迎你再次的收听门夜更新警星会,2015年11月29日的主日正道。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,我怎么能知道呢? 圣经的经节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。 你面对重大的个人的问题,比如寻找一份新的工作,或做投资的计划,或寻找着终身的叛律时候,你是多么渴望你所做出的决定的答案是正确的,因为你不想你旅行,你不能够肯定或者是确定的承诺。 你曾经向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? 朋友们,你肯定你会上天堂吗? 对方给你的答案是, 面目渺蓝,双眼可能自登正你,或者他们回答说,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我不想回答你。 这时,你是多么渴望他们能够做出正面的回答,给你一个正面的答复。 可是,他们却可以天真幼稚地相信和接受不禁考究正实的信息,比如,他们相信福音书是在耶稣过世之后,经过几个世纪所写成的书本。 他们相信,他们相信圣经是一代传一代口述的天方夜谭的传说而已。 弟兄姐妹们,朋友们,事实上,福音书是在第一世纪由当时还在世上耶稣目击者亲身经历的记载。 换句话说,如果他们的记载有差错或不确实,当时还健在的大有其人,他们可以反驳,甚至拒绝。 就在公元一百年,有一位早期的基督徒,名叫波皮亚,在他的著作里面,详细地叙述了这四本福音书。 可见,这四本福音书在第一世纪结束前,已经十分的流传了,广泛的被教会基督徒们接受。 在埃及出土的这个约翰福音的手抄本,也已经被考古学家们鉴定,这手抄本的年历大约为在公元九十,九十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间。 所以,我们从这里可以推论断定,约翰福音原著本,或者是约翰福音这本书,大约是在约翰使徒生平年代所完成的,这是你可以确定的。 不过在这里,我们来看这路加福音第一,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,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诠释这段的经文,第一是他的可靠性,第二就是他的解释。 这本在这段经文,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可靠性,我们或许会问圣经可靠吗? 那我们就以这一段经文从四方面来研讨,是哪四方面呢? 第一,谁?也就是说这本著作的对象是谁?第二,什么?他写了什么?第三,怎么?他的手法,他的写作。 第四,为什么?为谁而写?为什么写这本书?所以这四点,我们来研究一下。 第一,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是谁呢?在第一节中文的译本,说了,他是写给提亚非罗先生。 这名字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为爱神的人或神的朋友。我想,路加福音,神志整本圣经是写给爱真神,爱神的话语的人,而不是他们心中或眼中的假偶像。 神的话译的对象是在对着寻找这问题答案的人而写的。那这问题是什么呢?这问题是我当如何成为神的朋友。 神经的对象是在对象。 神经的对象是各式各样,不分背景的读者。但是,我们不能正确的断定,真正的写作的读者,写作的读者是谁?或者谁不是写作的对象。 对,圣经是我们爱神,爱他话语,相信真神的人。这就是圣经写作的对象。 但是,圣经写作的对象也是那基督者的。他们说,如果你要使人眼离基督,让他们读圣经吧。 因为这是一本荒调,充满污辱,贿赂,冒犯现代人的思想和科学的一本书。 在这些人的心中,充满自傲的假神,却容纳不下圣经中记载的真神。 除非神的话语改变他们对真神的观念,他们不是圣经写作的对象。 如果你问我,当如何称为神的朋友?是的,朋友们,那你就是这圣经写作的对象了。 第二,圣经记载的是什么呢?在第一章第一节也这么说到,它是一本编辑和续说。 已经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。怎么说呢? 谁成就了这事呢?是的,是上帝他成就的事。 不是我们,不是人所成就的事。所以圣经是记载在上帝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。 。 它不是一本职业说明书,教导我们如何得到一份称心的工作。 也不是一本医疗开放,叫你如何得到医治。 更不是一本在生活上如何激发你的一本书。 它记载在上帝他记载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。 我们接下来,几周会在这一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。 第三,圣经是如何记载的呢? 我们之前说了,圣经的对象是那爱真神的人,爱神的话语。 第二,圣经是记载上帝已成就的事。 而不是一般人聚集在云火会中,Campfire, 像一代传一代的传说。 注意,在第二节就这么说了。 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篇这的陈述。 路加使徒指的这些传道人是谁呢? 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们。 他们是神的话语的仆人。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,有马太使徒,马可使徒,约翰使徒,彼得使徒等等。 他们都跟随着耶稣三年。 他们是他们亲眼去目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, 舍命并复活。 所以他们的记载、口述是可靠的、确定的。 第三节,路加使徒进一步的把这些事,也就是传道人所记载的, 从头查过。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,他不是像那天真似的,轻易的接受任何告诉他的事。 或者是他们的记载,是他去考察,他去见证的,他去考究的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,路加福音,在这福音的书本上,可说是见证的这些记载。 他认为,他抱着他相信,深信不疑这些记载。 所以也应该按着,持续写着。 也就是说,他因为他的考察,他深信,这些记载。 他就把这些所传的话,写了下来。 有持续的写着,记载着。 第四,为何写这本福音书呢? 路加使徒在第四节说了,让你们晓得所学到的道理, 也就是神的真道,是确实的。 这是你可以肯定的。 甚至约翰使徒也这么说了,好叫你们相信。 所以,为何写这本书呢? 好让我们相信那一位真神。 总结我们以上所说的,圣经是可靠的。 他记载了神的话语。 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。 我们是他的朋友,爱神的人,也爱他的话语。 通过使徒们传到我们的记载,神的道是确实的。 好叫我们相信神。 接下来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到二十五节, 看见神将如何解释他自己。 也就是在主耶稣和施洗约翰还未来到世上之前的事情。 上帝揭示他自己。 所以,我们应当惧怕。 但是,我们也会欢喜快乐。 而且,他的解释是要预备我们。 第四,好叫我们相信。 这些都是肯定的。 第五节到二十五节,这段经文记载,上帝在圣殿中, 通过他的使者,或者是天使,名叫加百列,向基士,撒迦利亚, 揭示了他自己。 经过了大约四百年,神挂念,也就是撒迦利亚名字的意思。 他挂念,正如耶和华挂念他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。 耶和华在坟祭中向摩西显现。 在这段经文,神上帝在圣殿中决示他自己。 在第十一,第十二节,他的使者加百列,向撒迦利亚显现。 撒迦利亚一见了,就惊慌,十分害怕。 第六节,他说,撒迦利亚和他的妻子在神面前是一人, 遵心主的一切诫命和规条,无可指责。 这时候,他都很惊讶,他都很惊讶,他都很惊怕。 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,那全人圣洁公义的神将会使你惊怕。 因为我们是义,我们是罪人,我们无从躲避,我们的罪无从遮盖。 我们人不惧怕吗? 他揭示了他自己,我们来到他面前,我们是惧怕的。 上帝是满有慈爱恩典的神。 他的使者,撒迦利亚说,对撒迦利亚说,不要怕。 是的,当我们顺从上帝,他必使我们不惧怕。 第十三、第十四节。 神的使者说,你的气球以蒙垂听。 上帝揭示了他自己。 他将在撒迦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撒布, 他必向他们施恩,在他们的身上行大人。 使这一对高龄的夫妻得一个儿子, 并要为他取名为约翰。 约翰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尔华的慈爱。 这对夫妻必欢喜快乐。 许多人因施洗约翰的出生,也必喜乐。 是的,神的揭发带来了喜乐。 什么喜乐呢?我们或许未问。 因为约翰要在主面前被尊为他。 第十四到第十七节。 他是归神的。 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。 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。 他必行在主面前,预备好他的名。 使许多人转向主。 叫叛逆地转向一人的意念。 有这么一位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传道人。 我们怎不欢喜快乐呢? 是的,神将解释他将为人所行的事。 他将使他们转向他,并转变他们的生命。 使他们的生命向益和圣洁。 绝世是关乎神的国度的来临。 他的旨意行在地上,使人称义。 这是好消息。 所以说,绝世是欢喜快乐。 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切。 他最终为我们预备他的独生子。 将他,主耶稣基督,将他摆在十字架上。 借着他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。 凡一切相信他的将得永生。 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。 上帝已经解释了。 他已经预备了。 你怎么能知道这事呢? 你就像撒加利亚一般,还在犹豫吗? 第18节。 许多人认为,上帝要在他们身上行神迹, 如考上名校, 高愁的工作, 美满的婚姻等等。 或天使向他们显现, 那他们才能肯定神的存在,神的旨意。 在第19节。 天使回答说,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。 奉差遣向你说话, 报给你这好消息。 这好消息是肯定的。 你怎么知道呢? 因为是神的使者加百利。 注意,加百利也向但以理表白, 说明这个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。 所以,因为神的使者向撒加利亚解释的。 第二十节他说, 我的话必要应验, 这些事必成就。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承诺。 所以上帝的解释是可信的。 不是荒谬的, 或语无伦次的, 或伪造的故事。 你怎么能知道呢? 你只要相信, 相信那掌管一切的上帝。 不要像撒加利亚一般, 因为他的不信, 因为他的不相信, 而成为亚巴, 暂时成为亚巴。 知道这件事情, 也就是约翰的诞生, 成就的那一天, 他才能开口说话。 弟兄姐妹们, 朋友们, 你怎么能知道呢? 保罗说, 如果天使给你一个不同的福音, 不要相信他。 那心存怀疑的, 即使天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, 他们都不会相信。 反而, 真正的信徒抱着信心。 即使有天使, 试图令他们误入企图, 这些信徒肯定他们所信的上帝, 因为他们爱上帝。 甚至, 当你有一些老人的疑惑, 你可以肯定他给你的承诺, 不要回头。 因此, 最大的问题, 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, 你是爱上帝的人吗? 你是上帝的朋友吗? 谢谢你们的收听。